中秋假节将近 飞仪手工制作和穿汉服成为了年轻人追逐的时尚潮流 为中秋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美团数据显示 8月以来 飞仪手工搜索量同比增长342%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 8月以来 中秋传统飞仪手工相关笔记攻略数 环比增长近65% 我们店里面主要是有一些 都黄泥版画 恰似法郎拉 主编 银版画 传客 艳客 七扇 比较常见和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 飞仪的项目 我们店里面基本上都有 飞仪呢 现在在社会上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 未来也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亮点 国风越来越被大众所喜爱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如穿着传统服饰 参与飞仪手工制作等 表达着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这是恰似法郎 就是比较适合 就是休息的时候静下心来试一试 之前是在网上看到了这家店 因为它那个列表里面有各种 就是国风相关的体验项目 然后这两年国风也非常火 我个人也是从大学就很喜欢国风类的东西 所以就吸引过来 然后它体验时间也正好就是下午大概两三个小时 这样比较合适和朋友一起出来玩一玩 这个是叫罗电凶针 因为首先就是平时上班比较忙 然后放假了有时间 就来做一些手工 感觉节奏会比较舒服 我是看了店里所有的项目 然后选的 很新奇 而且听她介绍其他不同的项目 我也觉得挺好的 可能下次来还会想体验一些别的 在育园 年轻游客身着传统服饰 手持团扇 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之间 仿佛穿越回了千年之前 育园一年就两次活动 一次元宵 一次中秋 所以中秋肯定是要来的 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吧 现在很多大家也在穿汉服 所以就是过来看一看 在这个中秋佳节 国风式玩法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旅游体验 也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 焕发出新的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